而警察节就快到了 警察节的前夕呢 高雄市警方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 预防犯罪的宣导活动 除了在现场摆设出各式各样的 犯罪预防宣导的工序之外呢 也借着这个机会来展示最新的 酒醉体验直线平衡的检测工具 希望让参加的民众亲身来模拟 酒醉之后走路摇晃的感受 戴上3D虚拟眼镜 眼前的直线道路马上扭曲变形 让人无法直线行走 就像酒醉了一样 这是警察局最新引进的 酒醉体验道具 这次在警察节的庆祝活动中 首次亮相 要让参与民众实际操作感受 它的弧度实在是直的 但是它用的是这个 好像一个弯度的斜度的 就顺着感觉走这样 我们会顺着感觉走 这也真的很危险 对对对 这个是应该很好 这种的尝试真的很好 体验真的很好 以为是走直的 可是事外的 酒醉真的很危险 对对对 为了慰绕辛苦的警察同仁 市府特别选在警察节前夕 办理系列的庆祝活动 现场除了有像原游会般的各式摊位 警察局更借机会做犯罪预防宣导 对于高雄市未来的监视器数量提升 以及高捷装设监视器 等等维护安全的重点工作 警察局做出承诺 除此之外 活动现场更有将民众辨识真假支票的防卫工具 要教导大小朋友正确的防卫观念 港路西武皇之间旅中益 采访报道